各位朋友好,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题目是 中共他们会用哪一些方法来对付民间的反抗阵营 来对付民运和维权 同时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当我们面对这个庞大的专制机器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对,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经进入了尾声 进入了一个王朝末期 越是接近尾声 他们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就越大 打击的手段也就越多 越来越邪门,越来越成龙配套 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怕他们 面对他们的打击的时候 面对他们挑衅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找到回击的办法 而且最后我们一定能够赢 国内的政治反对派 国内的民主阵营 那是中共想要打压的主要对象 他们打压的手段是非常多的 传统的那些套路 比如说什么监听电话呀 监听这个网络 喝茶呀 恐吓啊 拘捕啊 酷刑折磨啊 还有长期监禁的 大家都知道 这些呢我们在这里就不探讨了 现在只想说一说过去这几年 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套路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名叫董摇琼的女孩子 她向习近平的一个画像 泼了一片墨 引起了这个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声援 因为大家都讨厌习近平嘛 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被抓到 湖南一个精神病院 根据一位啊 这个了解中共体制的人呢 一个朋友啊 他透露 说董摇琼现在处境非常危险 湖南政法系统啊 他们为了这个讨好习近平 已经决定了 要把董摇琼弄死 置他于死地 当然了 他们不会公开的处死董摇琼 那他们用什么办法呢 他们就用一个 这个喂毒药和这个喂毒食品的方法 让他得上癌症 整个过程 据说只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呢 生病死掉 这种手法呢 实际上啊 很早之前是在周永康时代 他们就开始研究啊 据说是做过实验 但是真正的这个成规模的实施 那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几年呢 北京有一个维权领袖 叫曹顺利 是一位啊 这个女士啊 她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啊 就死在监狱里面了 那后来呢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那他也是死在监狱里面 是得肝癌死的 国际社会认为啊 刘晓波的死亡啊 这个是自然死亡 因此他们没有对中共啊 进行大规模的啊 谴责抗议 在他们看来啊 刘晓波在牢房里面 好像也没有受到 那个其他的民主人士 受到过的那些啊 酷刑虐待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中共对刘晓波还算是人道的 因为刘晓波啊 他毕竟是国际名人啊 他是这个受全世界关注的对象啊 所以中共不好 那直接的对他施加酷刑 但是呢 刘晓波啊 他对中国的反对派很有号召力 在国际上啊 也很有影响力 中共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那要是让他刑满之后啊 再出了监狱 成了这个万人瞩目的英雄啊 那反抗阵营呢 不就有了领袖了吗 那还得了 所以他们绝对不让刘晓波活着走出来 就在刘晓波啊 这个刑满之前的一年多 他们就把刘晓波弄死了 也是用的 为毒药和为毒食品的方法 他们主要的是用啊 这个带人工培植的这个霉菌的食品 他们长期的让刘晓波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就吃到肚子里面 最后最后啊 就变成了一个癌症病人 那刘晓波死了以后 他们甚至是不想让刘晓波的这个骨灰啊 保留在世界上 一旦骨灰保留在一个地方啊 那地方就成了大家去这个调宴的 去平调的一个地方 就成了一个这个民主派的 一个精神活动的中心 一个圣地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结果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非常悲劣的手段 那迫使刘晓波的家属 把他的骨灰啊 撒到大海里面 真正的他们让刘晓波做到了史无葬身之地 那用毒品和这个毒食品的方法 把犯人弄死 把良心犯弄死 我的一位朋友李建峰先生呢 他自己在牢里面呢 曾亲身见证过 他以前呢 是林德地区的中级法院的庭长 后来呢 因为从事民运活动啊 被关押了十几年 他最后的他在坐牢的最后的那一两年呢 他就看见了 当时有一些这个难友啊 他们在牢里面就得病死掉了 很本来以前很健壮的 那很快就得病死掉了 他后来发现了他们这个吃的食品里面呢 很多都是那种发霉的食品 你有一段时间吃了那个发霉的食品之后啊 再健康的人 他们最后啊 也会顶不住 所以很多人呢 是得肝炎 肝癌死的 所以当刘晓波一死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是中共的 他们的一个国策 对付反对派的一个国策 所以他很快做了一个视频 揭露了这个中共的这一毒招 毒计 现在在牢里面呢 还有一批啊 非常勇敢的民运人士 维权人士 有一些在牢里面 有一些在精神病院里面 他们和董瑶琼一样呢 现在都很危险 所以希望网友们 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时间 上网的时候 经常的为这些人呢 呼吁一下 呐喊一下 我们要让中共知道 这些抗争暴政的英雄啊 他们不会被我们遗忘 我们不会让他们呢 这个无声无息的就被中共弄死掉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关注董瑶琼 关注那些良心犯 我们要形成一个这个舆论上的压力 让中共尤其是让这个中共的党魁习近平知道 他们不可能偷偷摸摸的把董瑶琼弄死 把这个高智慎弄死 把王全璋弄死 把王炳章 把王这个秦永敏弄死 我们不会让他们把任何一个人呢 这个悄悄的弄死 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脑里面死掉了 那都会算在中共和这个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这个头上 最后一定会找他们算账 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留后路 那就一定要放弃这种悲劣的 用毒药和毒食品杀人的方法 一定要放弃其他的任何悲劣的杀人的方法 现在中共这个经济危机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已经很快的就要进入这个崩溃模式了 那怎么样中共才能在经济大崩溃的这种背景下面呢 他们还能够维持政权呢 他们想的要通过大规模的镇压反对派 把这个抗争的火种给他扑灭掉 这样他们才能够维持政权 所以今后的半年一年之内 很可能就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抓捕 他们今年年初就发起了一个 所谓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那就是在为这场抓捕 造舆论造声势做铺垫 今后还会有可能有新的这个招数 新的行动项目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民间抗争 在他们爆发之前就给他扑灭了 所以我建议那些在第一线抗争的民运人士 大家现在尽可能的要避其锋芒 减少与地方上面的那些维稳体系进行直接的冲突 养金蓄锐 为将来的大战做好准备 那还有一些民主同道过去比较低调 现在还要继续低调行事 但是呢我们低调不等于不做事 我们可以非常低调的进行团队建设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同道组织起来 我们可以低调的收集信息 各方面的社会阶层的信息 中共体制的信息 各个地方的 他们哪个地方适合抗争 哪个地方适合游行 哪个地方适合这个赌绝交通 这些信息都要提前收集到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制定方案 方案制定好了 将来一旦有机会 开始斗争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胸有成竹 把这些准备都做好了 我们就整个待旦 等待那个临界点的到来 现在民众对这个政权的怨恨 正在迅速积累 全民反抗的临界点 现在已经不远了 非常接近了 所以只要我们民主阵营 保存一些实力 很快我们就会有机会 向这个专制体制发起总功 海外民运也是中国反对派的 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了 他也会遭到中共的打压 也会遭到中共的骚扰破坏 只不过呢 中共在对待这个海外民运 和对待国内民运 他们的方式策略不同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海外民运人士 他们在西方国家 中共不可能现在直接到西方国家来 对这些民运人士进行暴力攻击 来抓人打人 但是他们可以进行恐吓 所以恐吓就是他们对付海外民运的第一招 让我们内心产生恐惧感 这样就停止活动 大部分的海外民运同道 根本不接受他们的这个恐吓 在他们看来 对待我们这些亡命之徒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就要用我们的家人来恐吓我们 来威胁我们 就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呢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的这个几个成员 就同时受到了这种暴力恐吓 我们被威胁啊 说要杀我们全家 而且呢 他们还给出了这个我们家人所在地 住在什么地方 还告诉了我们呢 我们家人的这个出生日期 也就是说 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家人是非常了解的 随时都可以下手 这个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恐吓 那第二种方法呢 他就是进来破坏我们的团队 那过去通常的做法啊 就是他们派出一些人接近民运人士加入民运团队 然后呢就开始制造事端 制造分裂 那挑拨离间 让民运内部乱成一团 很多民运团体啊 就在这个方面呢 就出了问题 因为内部分裂 由大团体变成小团体 由小团体啊 变成没团体 有些人说啊 民运里面内斗不断 其实这哪里是内斗呢 根本就是中共啊 他们在做工作在搞破坏 他们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一些成员呢 比如说建民啊 元香啊 还有盛雪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公开身份的这些同道 我们相互之间呢 这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基础啊 是非常扎实的 但是呢 中共还是派了一些人过来挖空心思 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挑拨的方法也是非常奇特的 他们还设计了一些啊 这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邪门的办法 他们要打入海外民运的这个通讯系统 一方面呢 他们要收集信息 另外一方面呢 就利用这些信息 扭曲这些信息来制造混乱 破坏我们这个民主人士之间的这个信任和团结 形成热点事件 让所有的人呢 都卷到其中来 不能自拔 他们的这个目的啊 就是要跟我们呢 这个蝉斗啊 让我们疲于应付 我们如果是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 那就会啊 自顾不暇 根本没有空啊 去展开反共民主活动 他们搞这一套的这个手段呢 也是非常高超的啊 非常邪恶的 这里啊 我不便透露详情 免得引发更多的误会 今后啊 中共倒台之后 我一定会跟大家讲一讲 里面的民运阵营内部的这些离奇的事情 不过呢 中共这么用力气啊 来搞我们 也就说明他们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他们现在啊 虚弱的很 虚弱的要死 那他们不仅挑拨海外民运内部的关系啊 也在想尽办法 这个离间我们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之间的关系 那想让我们呢 这个国内民运人士疏远海外民运 甚至是讨厌海外民运 我个人呢 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啊 大概在几年以前 因为啊 我老家的啊 这个湖北的资深的民运人士 他呢 有一次接到了一个QQ呼叫 那个人呢 就冒充是我 要他啊 赶快寄几千块钱出去 那个QQ 甚至还有我个人的头像 那个朋友虽然呢 当时呢 有一点怀疑啊 没有寄钱 但是啊 那件事情之后 他对我还真正的是起了一些疑心 认为是我在啊 想骗他的钱 其实那个QQ号 我早就没用了 是这个中共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后来呢 我给他寄过几次钱 他就觉得不对啊 我是骗钱的人 怎么会给他寄钱呢 所以他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中共的一个骗局 那我以前呢 也是通过这个西联汇款 给国内的民运同道啊 捐过一些款 以前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最近呢 有位生活特别困难的朋友 我两次给他寄钱 他都收不到 我就到西联汇款去问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啊 我今后啊是不能够通过西联汇款 向那边呢 绝对接受不到 我问他们什么理由啊 他们说不知道 中国那边呢 没有解释 中共搞这些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啊 让我们啊 让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之间的产生一个这个隔阂产生疏离感 在这里呢 我想让中共也知道现在在互联网通讯这么发达的这样的时代啊 他们想通过一招两招 就想切断国内民运和海外民运之间的联系 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再说回来 那么我们这个海外民运怎么样 才能够应对中共这样的恐吓、骚扰、搅局、挑拨离间、分化瓦解 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直接的针对那个问题的根源 直接的、持续的向中共发起攻击 不要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解上面、澄清上面 你刚刚为一件事情澄清完了 他后来马上又来第二件 你这个我们应接不暇 你要是这么搞下去那就是焦头烂额 两军交战的时候靠防守是赢不了的 只有不断的进攻才会赢 我不是说不防守啊 而是说大家不能花太多的功夫去防守 面对中共的这种恐吓、搅局 我们简单的回应一次、两次就够了 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对中共发起攻击 他们不是要把我们放在舆论的这个漩涡当中 让我们晕头转向 我们就用这个我们处于舆论焦点的这个机会 传播对中共不利的信息 让大家都来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这个最有力量的这个信息、言论、方案抛出来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用这种办法 我们就向中共发起进攻 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借力打力 让他们每一次对我们的打击和骚扰 都成为我们反共行动的这个推动力 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完美的战力 向灵兄和一批在日本的这个民运人士 他们在非常热闹的这个东京银座闹市区 宣传车向中国游客宣讲中国的这个暴政 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们受到大量的五毛和锅粉的攻击 但是他们并没有跟这些攻击者残斗 没有打口水战 而是趁机把这个注意力引到他们的宣传战车上面 让更多的这些翻墙的中国人知道 在东京银座有一批人 每天都开着大货车 驾着高音喇叭 进行反共民主宣传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成了国内游客的一个必去的一个景点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对中共进行攻击的项目 任何对东京民运团队的攻击 实际上就是在给他们做宣传做广告 是让更多的人到东京去听他们广播和他们联络 这个策略就是一个很好的应对中共攻击的一个策略 也是很好的应对任何方面的攻击的一个策略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也会向这个东京民运团队学习 希望所有的民运团队也学习他们的这个战略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恐吓骚扰 挑拨搅局无论我们的亲友在中共的这个逼迫下 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我们都只是专注于推广全民共振的理念 推动全民共振的这个行动 我们绝不会分心 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坚持到最后 我们就一定会赢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